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靠的不是免质 我靠的是专业 黑马波段 精选标普 我战无不胜 公民不可 你的新人生 股市万德佛 大家好 欢迎收看11月13号的股市万德佛 那今天的阿德要讲 跟各位讲的股票 其实很简单 因为事前都讲过了 对吧 让我整理一下 今天很赶 因为今天每个人都说 老师 我们的股票 要不要换 要不要换 我问各位 一件事情 如果你有一档股票 你赚超过两倍 你要怎么还 要怎么还 你要把它卖掉 然后去买一档涨 很多很多会涨一倍两倍的股票吗 可能吗 很多人在想这个问题 那阿德就跟各位讲一个比较实在的话 今天 市场上 市场上 每个 每个老师 老师 我不敢讲说 百分之百的老师 大概 大概 大概有 九成九的 都在讲阿德的股票吧 对吧 有九成九的 老师都在讲 新胜利嘛 对不对 那我要问各位一件事情 那些老师是不是 涨停板的那一天 告诉你说 他有买 这个跟今天阿德要讲大盘 很重要喔 你想想看 如果你在股票市场 没有赚到钱 没有赚到钱 阿德接下来要讲 你一定要记住 你一定要记住 我们当分析师 我也可以跟你拼 我也可以骗你 对吧 我可以跟你拼 反正你钱交给我 就交给我 你能说 老师让我交给你 还没有温贪 我说没有这样 你今天先准备一杯钱 跟着阿德一起买 对吧 如果你认为可以 OK 回赚钱 那后面再讲 再谈 合不合理 你会觉得很合理 对不对 那我问你 赌博市场 以前啊 台湾是赌博王国 什么大家乐 对不对 什么乐透 香港叫什么 叫什么 叫六和财 这一招 你用了几十年 可能你的父子被 你的父子被 都被骗过 都被骗过 那只要有一万个人 我骗十个 那我就发财了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的号码 就号码嘛 到底有几个 三十九个 还是四十九个 我忘记了 假设有四十九个号码 我只要电话 全部打出去 我不管你认不认识我 我就跟你报一个号码 我每打四十九个人 就有一个人会中嘛 对吧 龙老师 他一次是开六个号码 好 那等于说 我每打四十九个人 就有六个人会中号码嘛 对吧 对吧 那你这些 朋友们 是不是要加入阿德的会员 对不对 所以现在网路时代啊 我说没关系啊 你就跟着阿德做 如果有赚 我们再来谈嘛 对吧 没错吧 今天流行什么 我全部通通追进去就好了 中文人会中嘛 那我没有赚到钱 有嘛 那你赚到钱的 你要交钱给我嘛 有道理吗 有啊 如果没有了 没有再等了 或许会涨 或许会涨 对不对 所以你看看 今天 我让你看 三秒钟好了 我画三个圈圈 我画 让我画三个圈圈好了 那你就看嘛 你就看 你就看 你就看的新生力 然后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你就回想看看 你在看阿德电视的时候 有没有人在讲新生力 每个人都在讲新生力嘛 对吧 为什么他们讲新生力 因为新生力连续三支掌停板了嘛 没错吧 是不是连续三支掌停板 是每个人都跟你讲说 他是因为 AI server 然后会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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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怎样 对吧 什么备源系统啦 说一大堆 真的好吗 不知道 但是有人在插不 有啊 为什么 大家都在讲 因为他连续三支掌停板嘛 所以没有讲的人 也要讲嘛 对吧 那就算你的会员 没有的 你也要讲嘛 对不对 对吧 那如果第一天掌停板 没有股票的人 也插进来讲一讲 讲嘛 对吧 没有错吧 好 那我现在我问你 你买得到吗 那些三支掌停板的买得到吗 11月7号 对吧 他什么时候开始掌停板的 什么时候开始掌停板的 现在掌停板的对不对 11号开始掌停板的对不对 对吧 每个人11号的时候都 老师都有新生意对不对 对吧 每一个人 你如果看K线 每个人都有嘛 因为他突破嘛 没错吧 每个人都有嘛 对不对 他是凭空出来的嘛 不是 他不是凭空出来 是已经有股票带上来 对吧 那接下来就是他 所以他是不是现在最强的事 未来是不是最强我不知道 那每个人都跟你讲 11月1号三天三支掌停板 对不对 来 那阿德说 我也是三天三支掌停板 你相信吗 说老师鬼扯 这叫鬼扯嘛 对不对 开盘不到一分钟 他就锁住了 开盘不到一分钟就锁住了 每个老师都有新生意 每个老师都有新生意 真的吗 昨天再一支掌停板 今天11月13号 三支掌停板 快40%了 快40%了 每个老师都跟你讲说 他有新生意 对不对 然后跟你解释新生意 对不对 好 好 就那重点来了 你要相信会赚钱的老师 还是相信会涨停板的老师 当然我要相信我买得到 然后会赚涨停的老师 对不对 对吧 所以阿德现在讲到这里 你如果第一次看到阿德电视的人 你会怎么讲说 你一样在骗啊 对吧 你一样在骗啊 你跟我鬼扯什么 今天掌停板 今天追可以啦 昨天掌停板 昨天追可以啦 第一天掌停板 你追给我看 你追给我看 全台湾的人都追给我看 对吧 你一定会这样讲嘛 说阿德老师你不诚实 我不要你 你这种老师跟其他的老师 没有什么两样 你都是用骗的 好 我知道我讲这个 你会觉得说 真的阿 每个老师都在骗阿 对阿 每个老师都在骗阿 然后第一天掌停板你就有的 你的会员都没有 他们都不用买 然后你送给我 隔天就掌停板 掌停板都不用五分钟 你门通通有 每个老师都有 你看看每个连线的老师都有新胜利 真的都有 百分之九十九的老师都在讲新胜利 那阿德也在讲 那你们哪个是真的 我告诉你 你找第二名的 不要找第一名 那些每个人都讲新胜利 三支掌停板的人 你都不要信 来 我们再重新讲一次 90%的网家 网家我卖的那一天 我是不是送给你新胜利 对吧 我又没给你看 我又没给你看 有吧 你买得到买不到 11月7号 对吧 我说你要 找一个诚实分析的 让你买得到的老师 你跟着阿德做朋友就是这样 对吧 你可以买得到 老师我想一想 好 让你想 想一天够吧 想一天够吧 你经过 晚上 沉淀一下 我想一下 可以哦 可以哦 好好好 进了 这11月7号嘛 对不对 我送给你了嘛 对吧 是不是一模一样 好 想了一个晚上 11月18号 你为什么没买 老师啊 没人在讲啊 没人在讲啊 对吧 没有人在讲 你从开盘到收盘 随便你买 你从开盘到收盘 随便你买 你如果34块多的 不想买 35块多的 你可以买 对吧 从开盘到收盘 你都可以买 因为我是不是 11月7号送给你的 对吧 虽然我把旁边去掉 你可以对看看是不是这一档嘛 对吧 对看看是不是 一模一样嘛 对不对 对不对 新生力啊 好 那你经过一个晚上 你再想 这个老师 他的老师 又没人在讲新生力啊 你为什么要介绍新生力 经过一个晚上 你会决定说 我还是不买好了啦 因为没有人在讲 对不对 所以你是不是错过一次 赚三支掌停板的机会 你有没有错过 你错过了嘛 等一下我要介绍给你的 我一样要先给你看 昨天我给你的 我一样先给你看 对吧 我从来不会拿那个掌停板的 跟你讲说那是我的 我要告诉你说我要买的股票 你要赶快跟着阿德一起动手 对不对 或许你刚动手的时候你会觉得怀疑 可是 两天的时间让你考虑啊 从11月7号 11月8号 两天的时间让你考虑啊 对吧 好 那考虑完了啊 礼拜一 涨停板 礼拜 礼拜二 涨停板 今天 再涨停板 所以 你可以经过两天的考虑 赚将近40% 亮灯涨停 这样合理吧 合理 所以 你看到这里 阿德老师 你跟阿德老师 当我的朋友 当我的朋友 我们常常讲说 像 我在 天上的爸爸 常常讲说 朋友 要搞到比较认真高的啦 对不对 朋友要搞到比较认真高的啦 你不能去怪别人 会不会害你 至少我们不要害人 对吧 至少我不要害你嘛 所以说我也不会骗啊 我哪有那么厉害 我又没有拿这个 来你骗 用这片 最感染片嘛 对吧 我用假手机 传给假的会员 传来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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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让我骗到了 或者我就直接跟你讲说 来 你就跟着阿德做 如果有赚钱 我们再来讲 觉得有道理哦 那不是以前的 大家乐的时代 都是这样骗的嘛 因为你每个人得到的股票都不一样啊 你们每个人得到的号码都不一样啊 有人会中啊 中了我要收钱啊 对吧 所以阿德不要这样做 因为我不需要这样骗 那你看看新生力 现在每个人都在跟你讲他有新生力 有用吗 没用啊 没用啊 因为11月7号你可以买得到三字头的你没有买啊 你有买吗 11月7号你有买吗 好 10月8号你有买吗 11月8号 35块多 35块多你有买吗 34块多你没有买35块多你有买吗 没有 那没有那今天的涨停板 已经快40%了跟你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啊 有关系吗 跟那个连线的老师有关系吗 没有嘛 我说你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不要等到喷上去了才追嘛 所以现阶段的每个人都在跟你讲喷上去的股票 喷上去的新生力 有用吗 没用啊 因为我要给你有用的就是我要给你一档新的嘛 来我们先讲昨天的 我们先讲昨天的再讲大盘吧 好不好 昨天的我送给各位的 在那里 在这里 我昨天送给各位的 我先给各位看啦 我做股票都是这样啦 我先让你知道我送给你的股票买得到 好吧 买得到 绝对不会拿那个涨停板跟你呼嚨 对吧 我昨天有介绍一档股票 美国有一档股票昨天涨了十几% 隔天再涨十几% 两天涨三十几% 昨天讲的嘛 对吧 他涨这样 现在车子在标啦在狂标啊 我知道在狂标啊 可是你要有啊 你要有啊 这档股票除了他是电动车以外 他又是锡光子 全台湾如果要做锡光子 有能力的喔 有能力的 有能力的 跟台积电 有能力跟英特尔 有能力跟联雅拼的 只有这一档而已啦 其他都是假的啦 为什么 因为他的母公司不是母公司 他的大股东 就是全台湾全世界 在金元代工领域的所谓的 我们不要讲公司啦 讲那产品你就知道 反正他是最大的 全世界最大的 他当他的靠山 那你认为锡光子对他来讲 容易 容易吗 好 所以这种股票 你要等 他飙上去的才买 还是现在买 对吧 你要等他飙上去的才买 还是要现在买 当然要现在买 因为我介绍给你的股票 一定像新胜利这样 你买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要买喔 不要等到飙上去了 几根涨停板 你才要追喔 我昨天已经跟各位讲过了喔 我昨天已经跟各位讲过了喔 对吧 那我也给各位看到了喔 对吧 这是昨天的 对吧 我也跟各位讲了嘛 今天是这样 对吧 没涨停了喔 没涨停了喔 所以 你要知道说阿德给你的股票 一定是产业趋势向上的 你不赚都懒 好 那今天呢 很多人说老师我要今天的 OK 好 如果你要今天的阿德先跟你讲一下啊 剩下没多久的时间吧 好啦 那我也是跟你讲一下啦 免得你 其实很多人都在讲说 老师我要自己研究 自己研究好啦 你自己研究好啦 我把股票给你 你自己研究要不要买 好不好 我先把股票给你 这一支啊 这一支 我现在要给你的这一支 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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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比心胜利 更强 看到喔 看到了喔 来行知道这支是什么的 看到图片就知道这一档股票是什么啦 对吧 如果 不知道的 阿德直接给你 直接给你 你要自己研究的是研究 如果要跟著阿德的話 你就跟著阿德的助理 他會告訴你哪一檔 如果不要的話 你直接拿資料就好了 股票在這裡 把它照起來 在裡面 在哪裡 看圖片就知道 所以我要告訴各位 我既然要給你了 我既然要給你了 我就敢跟你講說是什麼股票了對不對 對吧 你要自己做你就拿去 那你要跟著阿德做 那你就要加蝦子 蝦子你只錄下去 就是你的 阿德沒有騙 所以我跟你直接對決 勇老師你騙這樣 這幾個在裡面 有還是最後拼 你看不到的 會知道 但是你看封面你就知道哪一檔了好不好 好不好 我不相信你看不懂 那產業力那麼懂 我不相信你看不懂 產業趨勢向上的 不算都難 這一次絕對 不會輸他 比他更飆 比他更飆 而且這檔股票很多人都喜歡 對吧 以前不好做現在很好做了啦 所以 你把握這一次的機會 你只要加QR call 我股票都給你了 老師你要放置卡 我先不要放置卡 我先讓你知道說我要送給你的股票 在裡面 你如果要用照相的也可以啦 你加QR call也可以啦 你要自己做自己研究都可以啦 絕對在裡面 老師你這裡又沒有讓我全部看到 如果讓你全部看到我你就 你連看封面你都不知道這檔股票是什麼 我建議你跟著阿德一起做 我要進廣告了 等一下再讓你看股票 好不好 進廣告 謝謝 謝謝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 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资助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 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业投顾 全心照顾 02-8511-3366 看全球财经台 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 您还可以这么做 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 而且免费 改变收视习惯 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我在股市打拼二十多年 我靠的不是免质 我靠的是专业 黑马波段 精选标普 我战无不胜 公文不可 你的新人生 股市万得 拿到了吗 你也照起来了 股票给你了 光速飙车 都给你了 你可以自己研究 或者时间 轻松愉快 比新胜利更标 这个 我会说 还没这支标的 它绝对比新胜利更标 绝对 很多人说 阿德老师你写字好丑 其实阿德写字很漂亮的 不相信 其实也真的很臭 好了 写快乐 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 我知道大家想 这三支掌听板 绝对比新胜利更标 我给你看了 你如果要自己研究的人 我也翻给你看了 老师最好 排在最后 你不要管这个 如果你真的产业很懂的 你看到这个 你就知道是哪一档股票了 对不对 好了 重点 我要给你 我希望你有 我希望你有 像新胜利我给你的时候 你可以有两天的时间考虑 今天再来跟人家讲说 你也有三支掌听板 这不用骗的 你们都看过了 对吧 你要光速飙车 光速飙车 你要追标的很快 对吧 还是要买 涨很久的 追标很快的 还是要买涨很久的 我跟你说 这一支都符合啦 这支AI加电动车可以帮你 要不要 来 加 QR Code 留言 你要拿资料 叫我的助理给你 他一定会给你的 因为你要自己做嘛 他一定会给你的 还是你要直接拿 我的助理 会让你选 他不会强迫你 对吧 你要 你要加QR Code QR Code一加进去 拿到阿德的股票 等阿德的消息 OK 买点到了 我带你进去 就这么简单 对吧 那我们先进 一下广告 等一下再回来 我们先进去 萬點新世代888驚喜下 大步向前走 讓您金融年一路賺到底 驚喜專線 投資這條路是孤獨的 投資這條道路是辛苦的 盡心思考 二十年來堅守專業與熱誠 似乎不夠 總想著能為投資者多做些什麼 你們就是我們的支柱 你們就是我們的動力 用心去關心 每一個股市投資者 頂業投顧 全心照顧 02-8511-3366 股市習慣就從全球財經台開始 我在股市打拚二十多年 我靠的不是免職 我靠的是專業 黑馬波段 精選標普 我戰無不勝 功能不可 你的新人生 股市萬得福 大家好 歡迎收看 11月13號的股市萬得福 今天的行情有人覺得很不好 阿德覺得很好 因為阿德早在8號的時候 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就跟各位講 大家在高興的時候 趕快賣股票 老師這有什麼好講的 讓你猜對而已 對 這阿德猜對 果然猜對了 來 11月8號 沒有什麼好講的 沒有什麼好講的 我們會利用市場高興的時候 出青此股 那時候我叫你買什麼 叫你買今天大家都在講的 新勝利 因為我11月7號星期四的時候 就送給你新勝利 對吧 因為那一天我在電視上 這裡的時候 我就直接跟你講說 我賣掉8044嘛 沒錯吧 因為他分盤交易 不是他不好 我還會找機會買回來 因為第三方支付是未來的什麼 電商是未來的什麼 台灣的一個很大很大很大的市場 對吧 包括東南亞包括日本 沒錯吧 這一年幾千億耶 一年幾千億耶 如果你像中國的話 他算造的耶 對不對 如果我們連東南亞連日本起來 我們也可以上造的耶 你不要小看統一耶 統一實業 統一實業如果要跟日本合作 對吧 要跟東南亞合作 要跟新加坡合作 要跟菲律賓合作 要跟馬來西亞合作 要跟印尼合作 你知道一個印尼喔 一個印尼人口就有好幾億耶 所以你不要小看第三方支付啊 真的不要小看電商這一塊啊 你看那個我們電視不是有一個MOMO 以前有一個有一個有一個那個 算是 電影界喔 這個叫我們叫什麼影視界的巨恨啊 他現在在做MOMO 你看人家 那股價啊 是高啊 獲利之好啊 對不對 但是過去了 過去了我們不要再講了 所以我給你的是什麼 給你的是說 我一檔 接著一檔 然後讓你買得到 賣得掉 對吧 這才是我們要的 那你看他今天所有的電視上 大家都在講新生力 真的嗎 每個人都在講新生力 每個人都在講新生力 有三支漲停板 那如果我學啊 我學啦 我學啦 學這些專家們跟你講說 來 新生力一支漲停板 對吧 他11月1號星期一 漲停了嘛 對不對 漲停的嘛 好 漲停板 11月2號 兩支漲停板 對吧 興奮嗎 興奮啊 來 再來 今天 11月13號星期三 三支漲停板 三支漲停板 493號 興奮喔 興奮 你有嗎 你有嗎 因為市場上所有的老師都有新生力耶 都有耶 都三支漲停板耶 所以來 再一次 星期一 亮燈漲停 星期二 亮燈漲停 今天 再亮燈漲停 恭喜各位 新生力三天 三支漲停板 爽 還是不爽 爽啊 要不要跟著老師一起賺 要啊 這老師 這麼厲害 三天三支漲停板 你一定會說 老師你是在爭執啊 對不對 你學歷不高 騙人他 倒挺厲害的 算 他的老師 我對你 真的 你眼相看耶 真的 你也幫幫忙 開盤沒有幾分鐘 啪 他掌停板就鎖住了 你有 你有 旁邊鄰居都有 上下左右都有 沒有 沒有新生力的 好像這個老師都沒有 每個都有 你也跟人家一起騙喔 你也跟人家一起騙喔 11月 11號 新生力亮燈漲停 你不是在爭執啊 所以你會相信這個嗎 你不會啊 你一定不會的啊 你只要是有 有學問的人 你一定不相信的嘛 靠一個老師 什麼電視的老師 報仇去九十九點 九都有新生力 那一天這樣 開盤了就沒有 五分鐘就射起來了 每個老師都有新生力 每個老師都三支掌停板 你是在爭執啊 你在侮辱人啊 所以就跟各位講 四九三億新生力 我是11月7號告訴你的啊 而且我告訴你的時候 我還給你看 你一定買得到啊 跟阿德做朋友 我就跟你誠實 讓你看得到買得到 說老師我一定要買嗎 不一定啦 三十四塊脫你不一定要買啊 對吧 你不一定要買啊 可是你可以考慮一下吧 考慮一下吧 對吧 十一月七號我送給你的嘛 這個我旁邊遮起來嘛 這當天的嘛 沒有遮的嘛 對吧 好 你十八號可以考慮一下吧 對吧 十一月八號可以考慮一下吧 經過一個晚上 你還不買 你還不買 那你今天就可以聽到 每個老師都跟你講說 連續三支掌停板 你如果給你 七號可以買 八號可以給你買 你都不要買 所以你今天聽到每個老師 都三支掌停板 因為我給你的時候 你覺得說 沒人在講啊 中高評沒人在講啊 對吧 沒有人在講啊 你考慮一個晚上以後 你會覺得說 還是不要咧 沒有人在講啊 對吧 還是沒有人在講啊 七號八號 你都錯過了 結果你聽到有人在講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 是一月十一號 不用幾分鐘 開盤不用幾分鐘 亮燈漲停哇 大概一分的老師都有新勝利啦 對吧 再拉一根漲停哇 再七成的老師都有新勝利啦 今天再亮燈漲停哇 哇 全市場都有新勝利啦 跟阿德當朋友啦 我能幫你的都幫了啦 對吧 昨天給你的 對吧 你看看 什麼腳都不用說啦 這樣啦 就昨天的嘛 我不用跟你講說漲停板啦 你自己考慮看看啦 講AI 講網通 講矽光子 台灣如果要講矽光子 可以跟台積電可以 跟聯亞拼的 就只有這一檔啦 低軌衛星 全台灣技術最好的 可能就是他啦 特斯拉最蠢的概念股之一啦 就是他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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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你買得到 他的背景很硬啦 很硬啦 台積電要做生意都要找他 他背景很硬啦 所以這種骨骄 阿德說事先告訴你 像不像 新勝利 像不像11月 7號的新勝利 上個禮拜是 告訴你的新勝利 你一定買得到 當天不買沒關係 隔天你再考慮看看 8號還是買得到 8號還是買得到 放個假 11號亮燈漲停 昨天亮燈在漲停 今天亮燈在漲停 全市場都有 可是他們 可以買得到的時候 都沒有告訴你啊 我買得到的時候 告訴你啊 要不要你就自己看著搬 勇老師 雖然買得到 但是也有漲 我要買還沒有起漲的 來 給你喔 比 新勝利 三支漲停板 更標 老師你為什麼不講話 因為我只要說 上個階段 有那麼多人 加阿德的賴進來 阿德有沒有強迫你 一定要跟著阿德做 沒有 阿德說要先讓你看股票 有沒有 有吧 先讓你看 有啦 有啦 說老師 阿里有在 沒誠意 你可以把它照起來啊 有老師你全部都壓下來讓我照 我不行啦 因為都要藏在後面 你照起來啊 你可以研究啊 你可以研究啊 厲害的人看圖片就知道是哪一檔股票了對不對 對吧 這需要 需要 跟你解釋嗎 他就是比新勝利更標啊 絕對的 紙約對的 可能 台灣No.1了吧 可能快要世界No.1了吧 對吧 所以 很多人都說 欸 老師我又可以追那個 追那個標很快的 對吧 你可以追標很快的 對吧 你也可以買 漲很久的 可是兩者都有的話 那不是更好啊 這一次啊 AI家電動車他可以幫你 還沒誠意嗎 股票都先給你看了啊 老師我看不懂 看不懂沒辦法 我總不能把四個號碼直接告訴你吧 我總不能把四個號碼直接告訴你吧 大盤有問題嗎 沒問題啦 整理越好 整理越多越好 今天如果收紅了也不好啦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想做多的 你一定要高興市場打下來 市場沒有打下來 你真的不要放很大的力氣去買 如果我會告訴你 如果你有賺一倍兩倍的股票 那你就放著啦 那你就放著啦 那你如果都是滿手套牢的股票 我請你堅持嘛 等到我要壓進去的時候 譬如這種股票 我要壓進去的時候 你才有錢啊 ... 老實要... 你都沒有告訴我什麼股票 我就告訴你了啊 我已經告訴你啦 老實我那個... 就那個... 都沒有照到 沒關係啦 反正你加Q多個就有了 你加Q多個就有了 原來阿德不會騙的 所以只能跟你直球對決 對吧 我就不要骗了 我骗也有人带来骗 我们在这一行 我们要教这个 最基本的就用这个骗 这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就是 跟你说一头 我知道内线 我会算筹码 对吧 你就信了 全市场只会算筹码的 只有那个在做的人 只有那个在做的人 他才会算筹码 其他人不会算筹码 对吧 那像我们 我们都是用经验 我们用产业 然后去推估 现在很多人都会说 啊 再来财报 不要去看财报 财报是那个大股东 要让你看的 他想让你看什么财报 就让你看什么财报 对吧 那个都已经知道了 漏后的 大股东 大股东会大涨 他一定先买嘛 不要说先买 他股票 印的钥匙 一张股票他都不会卖 对吧 对吧 如果公司很好 他已经抱得牢牢的 他怎么会卖 所以股票其实很简单 他来反映什么未来 这很多人跟你讲什么本益比 那害了你都没有赚到大钱 那多少那个本益比都是算倍在标的 所以今天阿德没有时间跟你讲台积电的 如果有时间我再跟各位讲台积电好了啦 很多人在问 我只能跟你讲说台积电越跌越好 真的越跌越好 因为越跌的话你看到他的价值就越高啊 就这样 那很多人说台积电一定没事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台积电没事啦 一定有事 只是能不能撑得过阿德认为撑得过 哪有那个没事的 没事股票为什么要卖 你跟我讲嘛 譬如昨天台积电 从10月28号外资在 在开始在乱放消息的时候 我们不要说乱放啦 他们知道美国的消息的时候 到目前已经卖了将近五万张 你卖了台积电将近五万张 你不要跟我讲没事一定有事 有事最好 因为我们做多的人我们都希望 股价越便宜越好有利空最好 所以你不要跟我讲台积电没事啦 台积电一定有事的 不然他为什么会跌 他从这根长黑K棒到现阶段都外资一直卖 到现在已经卖了五万多张 你说这有人拉上去我知道 可是他还是打下来为什么 因为卖的人持续在卖 所以你不要跟我讲台积电没事 台积电有事更好 因为他能解决 就这样 所以我看好台积电 但是我认为他真的有事有人在卖 他卖的目的其实很简单 叫你赶快跑吧 你受不了的人一定会跑 大盘受不了的人也会砍 对吧 那有钱人就进来啦 对吧 像我们就进来啦 不然你怎么有可能买到4931的这种股票 阿德跟你讲的时候你买得到啊 不是叫你追涨停的啊 对吧 你有两天的时间可以考虑啊 不是像别人都在涨停的时候说他有嘛 涨停那一天讲 隔天再涨停他就说啊 他有讲 有讲有吗 你有吗 你有赚到三支涨停板吗 没有来 没有来这支 我有给各位看了啦 勇老师啊你看那个图我看不懂 看不懂没关系啦 你去问看得懂的人啦 因为我知道你们都会照起来嘛 照起来的话你去问那些 懂产业的人啦 勇老师啊那支就是什么 对啊 对吧 你懂产业的人 阿德但是拿封面给你看 你就知道是什么股票了啦 对吧 阿德都敢签名了 你还不敢买喔 你至少要参考看看吧 你错过一支新胜利的三支涨停板 连续三支涨停板 我是11月1号跟你讲的吗 我不是双十一跟你讲的 我不是星期一跟你讲的 我是上星期四告诉你可以买 你不买 星期五叫你买 你还不买 结果星期一涨停板 每个人都说有 星期二涨停板 喔 百分之九十人都有新胜利 今天涨停板 所有的连线都在讲新势力 你有新势力吗 你为什么不在七号八号的时候 叫人家买 你为什么要等到涨停板的时候再讲 所以光束标车很多人在说 老师我要追那个标很快的 还是要买涨很久的 为什么两者不要 同时兼顾 所以这支股票 这支股票光束标车 不会输心胜利 不会输心胜利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大盘 底下最好 赶快进广告 邁向两万点新世代 888惊喜价 大步向前走 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 迈向两万点新世代 888惊喜下大步向前走 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 惊喜专线02 85113366 85113366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业投顾全心照顾 02 85113366 看全球财经台 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 您还可以这么做 网路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 而且免费 改变收视习惯 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我在股市打拼20多年 我靠的不是免质 我靠的是专业 黑马波段 精选标普 我战无不胜 公民不可 你的新人生 股市万得 欢迎回到现场 其实股票很简单啊 阿德又不会骗 所以直接给你股票了吧 对不对 土也让你看了啦 你说你有照起来 你不晓得那个是什么股票 没关系啊 你去问懂的人啊 土都给你看了啊 对吧 你如果懂的人 说啊 他我看就知道是什么啊 哇可以啊 那你就不用跟着阿德做 至少你要知道什么股票吧 比新胜利更飙呢 这种股票比新胜利更飙呢 新胜利三支 连续三支涨停板 他还能比他更飙 不简单啊 要让你的哦 再宽的股票你都要先有啦 祝各位稍微顺利 明天见 审讯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